那个档案实际上是因为我把它放在我这个模组的旁边 所以如果假设是另存新档 我上个礼拜好像没有讲 另存为 我是把它放在我这个C碟底下的这个路径 可是如果假设我这个ENG.TST 没有放在跟它同一个目录的话 不是放这里 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是放在这里面 所以你前面不需要跟它讲哪个词别机的哪一个目录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这个ENG.TST 换个地方放好了 比如说假设我把它放在这个文件里面好了 比如说我把那个档案好了 假设我call到哪里呢 我把它移动到好了 移动到这里 它在哪里呢 它在本机的文件里面 那本机文件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大概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习惯上面点一下 如果是Windows的话 上面会显示路径 可是像这个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先点随便上面一个目录 比较录音这个 然后你再点一下它就会出现了 实际上你会发现 如果我要找到那个路径 实际上它应该是在哪里呢 C底下的这个User 底下的什么Type Document 那很长一串 像我的习惯 如果你怕会打错这个路径的话 我是建议用复制贴的 相对比较不会有问题 OK 你就找到上面 点一下按复制一下 那如果说假设你的路 如果假设ENG不是在那个路径的话 那你就先找到那个路径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来 也就是这个叫绝对路径 刚刚那个叫相对路 相对路径 我放旁边 所以你也不用找 在旁边找得到 可是如果今天假如 你不是放旁边 你再放在另外一个目录底下的话 那你就要跟他讲 哪个词给基认 哪个目录底下 可能有三层目录 你就给三层 但问题你会发现 你把它这个路径贴上之后 它会马上出现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之前跟各位讲的脱异质远 那个脱异质远 因为这个反斜线 反斜线的话 它基本上是城市的一个部分 会用到的质远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有用这个反斜线的话 他会不知道说你到底这个是什么用意 那为什么为了避免这个反斜线 会有冲突的问题 那我们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什么 变成前面有脱异质远 那个表里面有看到吧 就是把它变成这样 变成两个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假设 你现在执行他应该会错 因为这边有叉叉 那你要怎么解决 就是你变成他一层 你就要加一个反斜线 你就加一个反斜线 有没有 所以总共有四个的话 那你变成要加四个 那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很多层的话怎么办 另外我交规另外的方法 其实如果说假设 你不想要每一个都加的话 另外他还有一个规则 就是直接在这个路径的 字串前面加个小R就可以了 这个小R加上去的话 也具备有同样的效果 OK 这是一个小技巧 OK 以后啦 以后路径理论上正常是应该 每个都加两个两个两个这样OK 可是如果你假设 你想说好麻烦 而且有如果你路径太长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加个小R OK 好 这个也是一个隐藏的规则 那 这一个小技巧 好 那做完之后一样 把它执行就OK 那 再来的话 我先把这里下先 先把它注解掉 然后执行应该就OK 执行的话呢 应该也可以读得到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绝对路径的一个写法 假设说 如果你的路径是不再放一起的话 那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指向 那应该MAC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只是MAC应该是正斜线不是反斜线吧 是不是 是不是还是 反正应该是相通的啦 只是那个路径的表达方式 就是稍微改一下 也是一样 正斜线嘛 这个是反斜线 对 然后这是正斜线 OK 你就用正斜线 OK 好 那 好 这第一个 如果你加路径的话 记得加前面一个小R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 第一个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要把刚刚的这个Sprits 这个方法切完之后的东西 把它全部转换成一个INT 我刚刚讲了 你直接加INT它一定会出错 它会跟你讲不行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什么方式 我可以 把它转换完之后 然后呢 再把它存回去 可是要转11次 那为什么这要11次 因为这个Sprits里面 总共有11个 我们刚刚用L1知道 对吧 那所以呢 如果假设我要一个一个来转的话 那其实 应该是要怎么转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先把一个读出来 一个的话是一个Sprits 如果我要先把里面的成绩是98好了 读出来转型 那理论上应该怎么写 其实理论上应该这样写 叫Score 先把这个Score 这个创列先读出来 然后呢 把它放在这边 0 0的话其实指的就是这个 98的成绩 然后我如果要转型的话 我就转它INT OK 这样子转型 转型完之后 如果要再把它存回去的话 那记得 你要把这个Score 这个中瓜乎0 把它放到前面 等候就可以了 那这个叙述的话 意思说我把它转型完之后 再把它存回去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后面那个是转型 前面的话 就是转型完之后 再把它 这个等候意思就是说 我把转型完的资料 再把它写回去的意思 OK 那你想说那老师那如果我有11个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是是不是再写一个Enter 然后呢再把它复制 这边再把它改个1吗 这边第二 来 总共11个 那我岂不是要把它写一串 可是呢 这个时候当然不是这样也这样做了 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 想到用一个回圈就搞定了 因为它是一个范围嘛 所以后面记得 如果你要处理那个 串列里面的转型 或者处理串列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用4回圈 因为它的串列一定从0开始 比如说这边的话 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11个好了 我刚刚看到有11个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一定从0开始编好 所以编到最后一个这个应该 87应该是编号应该多少 应该是10 所以是0到10 总共有11个 为什么 因为它从0开始编 不过我觉得这点也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很容易就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从1开始编呢 像以色尔一样 从第一列开始 如果以色尔从第0列开始 你就觉得很麻烦 为什么它是从0开始 OK 不过知道一下就好了 没办法 这是规则 大概记一下 所以呢 如果假设 我们要写一个回圈 叫for i in range 那顾为11 这个范围应该是从 一样 这个串列应该从0开始 到哪一个 结束呢 应该是到 这边总共到10 那10应该是11 结束的位置 那11的话 刚好就是它总共有几个 所以一般我们会写这样子 总共有几个用len 刮符 然后算一下这个score里面到底有几个 帽后一下 来表示说它的串列范围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刚刚写的这一行 放到其中 然后并且把什么 把这个score里面的0改成i不就好了 这样的话不就可以达到我们刚刚要的目的 第一是0 第二是1 第三 一直到11 到10而已 应该总共0到10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等于就是我们转型完之后把它存回去 所以其实这样子就OK了 所以特别特别注意 以后我刚刚提到 这个串列的资料形态在python 是应该是算最重要的 我看应该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一个形态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处理串列的话 还要记得 一定要配合for回圈 尤其是for I in range 这一行 请各位一定要很熟悉 因为将来你如果要处理串列 你绝对不可能一行一行买血 一定是跑个回圈 所以串列加上回圈 请各位务必要把它熟悉 也就是这两行 虽然就这么两行 但是至关重要 所以等一下请你打打看 一定要把它打到熟练为止 如果你不熟练 你后面就不好玩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以后很多很多地方 都会遇到串列跟回圈结合的一种应用 OK 所以请各位注意 这两行非常非常重要 请务必要把它熟练一下 不管怎么样 那你就把它写下来 写在一个地方吧 写在一个 像我以前学程式的时候 我如果一定很重要的程式 我就把它写在笔记本 然后每次只要坐车后坐下 我就把它看一下看一下 看到熟为止 OK 那当然那笔记本已经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熟了 所以笔记本都可以丢了 但是当我还不熟的时候 基本上我那笔记本都会随身带着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东西如果我不熟的话 以后要写程式 那就很难写了 因为都一定写不出 而且写错 那就不用玩了 OK 好 所以这边注意 那最后我们来弄一下 Pingco的结果 会不会全部通通就没有前后有单领号的四串符号 执行看看 各位有没有发现 得到的结果呢 他就会由上面 有没有看到 上面这个是全部都四串 对不对 转完之后呢 乖乖的全部都变成什么 就变成数次了 有没有 OK 所以其实以后你又遇到很多类似的状况 就是因为你得到的一个串列 里面有一些资料你要处理 但现在这个地方是遇到的转型 可是未来可能要取代 可能要把它做什么转换之类的 那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 那最后其实这个做完了 后面就简单了 所以呢 我是OK 然后底下这些 我就可以把它 这个Ctrl 1 对写拿掉 那刚刚错误会卡在这个SUM这个地方 我就不用再加这个案 这个是错误的方法 OK 所以我刚刚会卡在这一行 那因为它已经转换成数字了 所以如果你丢给SUM 它OK 没问题啊 帮你加总 然后平均也就秀出来 所以如果这样执行的话 理论它应该得到的作为正确的结果 有没有 它这个是共有11位学生 然后总分是这样 平均是这样 而且也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没有问题 那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读取档案 那如果你想说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报表 我将来希望把这个串列跟几位学生 还有总分平均 帮我把这个结果存档起来 存成一个report档 OK 我想要输出 将来这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报表档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讯息存成一个档案 不然如果现在秀出来我怎么不能每次都复制贴上 Copy 然后再贴到另外的地方去吧 我现在存档起来的话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这个讯息存档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的重点应该就是这个 串列加上回圈 OK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串列应该很多个 所以将来不可能不用回圈处理的 所以很多地方 如果你假设看到那个串列 配合回圈 这个就变一个常态性了 这个有点像他们是好兄弟 哥俩好 常常一定会一起出现的 OK 不然的话串列就真的 这么大的范围 你要怎么 就是把它全部处理完 理论上会配合一个for eye in range 那你又跟他讲说你要处理的 那个什么 这个 串列的范围 一般是从零 如果你要全部都零到len 就是它的串列的全部 就是到11 所以它跑到10 刚好都停下来了 试试看 有点冷舒服 就这样我们会听吧 谢谢大家 好